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范例6 这是一个斜坡上面有挂了两个物体 这两个物体它不一样重 而且斜坡也不一样斜 那它可能就会往左滑下来或往右滑下去 那这种情况用绳子连接的这种问题 我们都叫它连结体 连结体问题呢 它的一个特性 就是加速度是一样的 加速度的大小是一样的 这是解这种题目的关键 意思是说如果它原本会往 假如说它会往右 今天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会往右滑 假如它往右滑 那另外一个就是往右上 一个往右下另外一个被绳子拉了 就往右上 但它们的加速度应该都会是大小相同 只是方向不太一样而已 因为它被绳子拉了 因为它被绳子迁动 N2往斜坡下滑多少 N1就往斜坡上滑多少 就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来计算 利用这个条件来帮助我们解体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我们要回忆一下斜坡的斜坡上的重力 在之前有发一张学习单 那里面有关于在斜坡上把重力分量化出来的题目 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物体它如果有受到的重力 NG 那沿着斜坡下滑的分量 其实会是NG的sinθ 假如说这是θ 那我们把它对斜坡的方向做投影 那这个其实就会是NGsinθ 这样子 好 只要回忆到 知道这一点 其实这一题就不难 首先我们来看看 N2 N2的受力 N2它受的力呢 是有两个力 在斜坡的方向上有两个力 一个就是我们的 刚刚介绍的 夏华的重力分量 重力分量是NG 这时候要写N2G N2G 然后呢 sin53度 那除了这个力之外呢 它还有受到 绳子的拉力 跟它的斜坡方向也是平行的 绳子的张力我们就叫它贴 这样子 然后我们刚刚说它如果往右滑下去 那代表说合力就是向右下 合力是向右下 合力是向右下 所以就可以写出一个合力的关系式 N2 我这里应该要写N2 N2G sin53度 是比较大的 减掉绳子的拉力 T最后会等于M2A 这个是N2的合力造成了它的加速度 那另外一个就是看N1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知道N2是4公斤 这N2是知道的 那张力是不知道的 张力不知道 sin53度知道 N2知道 所以其实有两个位置数 A和T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条件 才可以解出来 那我们第二个条件就是看N1 N1的分析方式也跟N2一模一样 N1它有受到一个重力 也是沿着斜面 这时候的斜面是37度 所以它的重力分量是N1G sin37度 那我们也一样把N1抓出来看 N1抓出来看 它有受到了一个沿着斜面方向的重力 N1G sin37度 还有它也有被同一条绳子 被同一条绳子拉 所以它也是T 有一个拉力T 连接体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如果是用绳子拉的话 同一条绳子 张力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才会写 拉住N2的这个T 这个绳子的拉力T 跟拉住N1的绳子的张力T 大小是一样的 我们N2它是向下滑 N1的话则是向上滑 向右上 也就是说它的合力必须是向上的 所以这里又可以写出一个N1的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N1的运动方程式 那就是这时候是向上的力比较大 T-N1G sin37度 会等于合力 等于N1A 这时候N1知道了 sin37度也知道 那也一样是T和A不知道 可是这时候你有两个 两个方程式了 你就可以去解出T和A了 这就是连接体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把1和2相加 就可以把T消去 对不对 我们把1和2相加 就可以把T消去 那会变成N2的sin53度 去减掉N1的sin37度 然后括号G 那等号右边是N1加N2括号A 好这时候我们就把数字带入 N1是3公斤 sin53度 sin53度是5分之3 所以这里是乘上5分之3 然后减去4公斤 等下这里是4公斤 等下这里是4公斤 N2是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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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乘上5分之3 叫N1 3乘上sin37 5分之4 再来重力加速度是10 然后右边3加4 7乘上A 所以这里一个3是12 怪怪的哦 我发现呢 sin53度其实是5分之4 sin53度是5分之4 所以sin37度才是5分之3 所以这等号的左边呢 是5分之16 减5分之9 5分之7 所以变成5分之7 乘以10 会等于7A 所以A就是2 所以这个第一小格答案就是2 那第二小格答案也是2 因为他们是连结体 连结体加速度的大小 也就是量值 量值就是大小的意思 是相同的 那再来第三小格 要求的是 T 求T 那求T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A 我们随便带入 我们的连力方程式 就是其中的第一条或第二条都可以 所以呢 我们带第二条好了 也就是 T 减去 3 乘以10 乘以 5分之3 会等于3 乘以2 A是2 好所以T 就会是 6 3 9 9 28 18 再加6 24 1.24 好所以这样就是这题的算法 重点是你记不记得 沿着斜面的重力分量 是mg sin 以及连结体问题 必须记得 加速度大小是一样的 还有 同一条绳子 绳子张力大小是一样的 好 如果不了解 请再多看几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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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